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买卖比特币如何避免洗钱的陷阱 第一 目前大趋势比特币很火 很火说明你很多赚钱的空间 但是赚钱的空间越大 风险也越大 为什么呢 很多人就利用比特币 它这个数字货币 它的简单 快捷 方便 隐蔽的特点 大规模的洗钱 所以大方向来就是说 越容易赚钱 风险也越大 富贵险中求 这是第一 第二 如果你本身这个钱来路不振 不管你是骗的钱 你是个大骗子 还是贩毒的钱 反正总值是非法的钱 通过比特币意图洗白 把这个钱买成比特币 比特币再卖出去 那这个钱就是合法的钱了 就从黑钱变成白钱 那如果这样的话 你被抓 所以最有应得 因为你本身涉及洗钱 就是犯罪 对吧 然后被抓被关 也是活干 这是第二 第三我们讲的是那种 你实际上是无辜的 就换句话说 你只是想赚点小钱 养家糊口 你也不知道对方实际上是个钱 牢肉不振 对方实际上是个骗子 或者是个毒犯 然后不小心套路陷阱 然后也被抓被关 这个实际上是很冤枉 很无辜的 所以一定要擦亮眼睛 避免这种陷阱 那么问题在于如何擦亮眼睛 如何避免或者减险这种风险 这里面几点 第一点就是说 比如说你卖比特币 对方换钱给你买 第一呢 就是说不要立刻发币 是什么意思 比如对方跟你说 我买10万的比特币 对方钱发过来之后 你不要立刻发币 你等一段时间 等个三天 等个五天 当然前提是对方愿意 因为为什么 如果这个钱来路不振 是骗的钱 那么有时候被骗的受害者 就会申诉 就会做一些动作出来 那么你知道说这个钱来路不振 那么你就不要把交易完成了 不要立刻发币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 就是说对方什么人 你对对方要知根知底 如果对方来路不振 或者说你很难去调查对方的背景 或者你问对方 对方不告诉你 或者非常含糊 那么这时候你要提高警惕 因为这一定还是有原因的 对吧 为什么不告诉你呢 为什么支支吾吾论呢 对吧 为什么含糊不清呢 它一定还是有原因的 这是第二点 然后第三 不但对对方了解 你对对方他这个钱 换多少钱做什么 也尽量多了解一点 因为你了解越多 越不容易套入陷阱 所以第三就是说 不但要对人了解 对这个事情了解 换多少钱 换什么钱 什么用途 那第四呢 很重要一点的就是说 如果明显对方呢 给你的条件特别好 那么你要警惕 所以呢 感觉呢 这个就是老鼠夹子里面的一块奶酪 你呢 想吃个奶酪 可能不小心就被夹到了 又为什么呢 所以 这种好事背后 它一定呢 都是一个幽谋 都是一个陷阱 很简单的道理 比如什么 这个 有人在街上问你 全新的劳力士金表 外面的行情是2万 他2千买给你 你买不买 你想买 因为为什么 你一下赚了1万8的便宜 但是那风险也在 因为为什么 你呢 你要么呢 你呢 是知道这个表是偷来的 是抢来的 要么呢 你呢 合理可以怀疑 这个表是偷来的 是抢来的 你为了省这个1万8 你把表买了 那么呢 你实际上已经触犯犯罪 为什么 你呢 购买被盗物品 那么实际上是刑事犯罪 要坐牢的 道理是一样 如果呢 买比特币的人 给你这个deal 给你的这个价钱特别好 那么你就要知道 或者合理怀疑 这个实际上的钱来路不振 对方急着 要把这钱吐手 如果是这样 那么呢 你后来被FBI 被抓被关 实际上也是活干 下面一个问题 如果说 你说刘律师 我觉得这个deal呢 不是特别好 但是呢 也不错 我呢 糊里糊涂就卖了 结果呢 对方呢 结果前来路不振 是个毒贩 那么呢 我呢 被FBI调查要怎么办 遇到这种情况 你呢 一定要全力配合 很多时候呢 有人觉得说 你FBI来调查 我呢 我找律师 你给我问问题 我呢 就是尽量不回答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 除非你自己有鬼 如果你没鬼 你要尽量配合 因为为什么 如果你呢 坚决不回答问题 然后呢 尽量呢 每一步都拖延 都唐塞 这是你的法律权利 是你的法律权利 但是呢 很容易 你FBI炸成感觉 你呢 是罪鬼祸首 你呢 至少是知情的 对吧 为什么你不能不合作呢 不配合呢 为了保险起见 为了防止你淘宝 FBI呢 绝对说 这个事不宜止 把你立刻就抓了 电脑全部收走 对吧 虽然也许后来证明 你其实呢 是无辜的 但是呢 你为什么要折腾一趟呢 对不对 然后呢 被抓被关 还要花钱找律师 一阵折腾 人下来办事 道理很简单 就好像打个比方 你现在在开车 路上被拦下来 警察说 你可不可以把你后备箱 打开给我看一下 他怀疑你在后备箱里面 是个尸体 或者是个人头 或者是一包毒品 对吧 或者是一个冲锋枪 不管你这个后面是什么 如果你后面什么都没有 虽然这是你法律的权利说 我呢 你叫我看后备箱 我就不给你看 对吧 你呢 除非你有搜查令 我再给你看 这种做法呢 这个不是表示你有法律的意思 表示你是个傻瓜 因为为什么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他呢 你不给他看 他还是有办法可以看到 并且呢 会就会死定住你 如果你什么都没有 如果是我 我就说 没关系 你呢 不要跟我讲法律权益 我是律师 我什么都知道 我把这个车 把后备箱打开 前面那个 grove compartment 所有的 能打开的全部打开 你自己慢慢看 看不清楚 拿显微镜来看 对吧 我人正不怕影之外 你看完了 他放心了 他还走了 你也没事了 对不对 长话短说 就是说如果你什么问题都没有 你呢 就尽量配合FBI 配合LAPD 不管随了调查你 你配合哪一个 这样的话呢 就尽量避免呢 他到时候呢 他怀疑你 实际上呢是犯罪分子 把你先抓了再说 你这样自己搞的 但就是说完又花钱 是非常愚蠢的表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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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